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8213的自超 在這支影片裡面我會從個股的現況 好股漂浮的條件以及合理價格 估算跟驗證的部分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按一下這邊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我先來分享一下最近整理的財報 那在上個禮拜啊 我又請已經加入會員的朋友來進行投票 然後選擇自己想要看的個股 我從這些個股裡面選出了50檔 把它整理成一份檔案 所以未來時間允許的話 基本上每個月我都會推出一個 以會員需求為主的財報整理檔案 而這50檔裡面啊 主要的指標個股有像是台積電 還有鴻海啊友達啊群創啊 寶城啊營業達啊台積電 和索跟聯勇等等 那相關詳細的個股大家可以看一下 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那取得的方法也很簡單 如果你是頻道會員的話是可以免費下載的 我到時候會把下載的連結 放在會員的社群裡面 包含還可以下載之前的食品股啊 還有電子通路股等等 大概也有上百隻個股 那如果沒有加入會員也想取得的話 我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也會放上一個小額付費的連結 然後像這種財報整理啊 預計未來會持續穩定的推出啦 可以的話我就盡量每個禮拜 不然的話一個月至少會整理個兩三次 就針對不同的類股 把財報整理出來給有需要的人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財報來去學習一下 怎麼樣快速了解一間公司的賺錢能力好不好 因為老實講有時候要下載一整份完整的財報來看 是需要花很多時間的 那通常我都會建議說 先用簡表的部分來快速瀏覽一下公司的狀況 或者是說你只是單純要估價的話 這邊也會有估價的表格 所以對公司財報或者是對學習估價有興趣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加入頻道 順便支持一下頻道的經營 好嗎?謝謝啦 各股現況 公司名稱是自超科技 股票大概是8213 股本27億左右 上市已經22年了 近一年現金配息是3.5塊 現金值率率蠻高的是7.4% 不過這個7.4%是不是很真實的啦 因為去年有處分一些資產嘛 所以造成他今年的配息會比較高 那這個不是常態性的 等一下後面會有說明 年配現金年數已經17年了 近一年現金配息率是48% 8年的話是55% 所以看起來這間公司跟我們先前提的 大力光啊 可成很類似 就是他配息率都在五六成以下 那會不會造成一些問題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再來近一年ROE是15.44% 8年的話是10% 近一年15.44%就剛剛講的嘛 有處分的一些資產 所以這15.44%也是 參考價值比較沒那麼高啦 然後他平均8年下來的話大概是10%左右 專注本業則是58% 我想這也是跟剛剛的處分資產有關係啊 如果把這個扣掉的話 自操還算是蠻專注本業的 那自操科技主要是做印刷電路板 就PCB的部分 佔了幾乎是全部了 然後PCB又分為軟板跟硬板 自操在這兩個部分都是有介入的 目前的營收組成裡面啊 光電板是最主要的 因為自操算是光電板的領頭羊嘛 所以他在光電板就TV跟LCD 還有Mini LED的部分 就佔了大概五成左右 而資訊版就包含手機啊 筆電啊這些就佔了大概三成 而車用跟工業用版 包含觸控的部分就佔了大概一成 那因為目前在光電板跟資訊版的部分啊 其實他的營收的成長已經比較趨緩了啦 尤其是在光電板 這幾年主要是在充資訊版 之前我賓購了一間日利化成嘛 現在已經改名成自育 就是準備要打入車用版 所以未來的幾年 在車用電子 我想也是自操的一個重點啦 那在月營收的部分啊 其實在去年疫情以前啊 自操的月營收你可以看到他 其實是穩定在下滑當中的 在去年疫情之後 可以看到有開始拉上來 就是一些遠距的商機啊 帶動了像是手機啊 筆電啊一些需求上來 所以在自操的部分也算是有受益到 再來看一下營收比較 目前自操的收入主要有 將近七成都是來自於中國 再來則是台灣的大概12% 然後還有新加坡的9% 而在產能的部分啊 目前自操總共有幾個場區 包含在江蘇、四川跟廣東 然後台灣就是桃園跟高雄 高雄就是剛剛講到的日利化成 就他有併購的日利化成嘛 就是資育的部分 主要是負責車用版 而剛剛有提到嘛 自操目前在車用電子的比重 會逐年拉升啦 因為這是一個趨勢嘛 而在伺服器版的部分也是未來切入的一個重點 也希望藉由這些新產品的組成啊 可以有效的去帶動未來幾年的營收 好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會從配息毛利ROE跟資產負債的狀況 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配息是否穩定 近8年的平均配息率是55% 這不算高啦 不過你看啊 自從2014年以後 他的ROE跌落到10% 後來的這幾年 他的EPS大概都介於3塊到4塊多而已 那是為什麼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2020年之所以會比較高 就是剛剛講到有處分一個江蘇的廠房嘛 所以造成他單年度的ROE有比較高 那如果你把這些扣掉之後 其實那ROE一樣也是個位數而已 所以到底公司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就看下去吧 營業毛利狀況 近8年來啊 自操的營業收入的成長大概只有9%而已 而淨利的部分則是成長大概25% 但是問題最大的還是這個毛利率啦 在這8年來毛利率衰退了14% 從17%衰退到14.65% 那麼在同業的部分呢 我們找了4958的真頂 來做個比較好的 真頂在這8年來啊 他的營收成長了100% 近利的部分則是成長了110% 毛利率的部分也是成長了大概10%左右 所以這樣看起來自操的競爭力 似乎出了一點點問題啦 就是以同業來講 毛利率是可以維持的 甚至是成長的 但是自操卻從17%掉到14%多 在過去甚至有18%、19%、20%左右的毛利率嘛 然後這幾年有逐步再往下走的現象 然後另外一點你看他營收的成長性也是相當的不足 2014年RO1到14%多的時候 營收有238億 但是之後的營收都是低於238億的 我想這個在整個成長的動能上 似乎受到一點限制 不過唯一比較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營業費用 在2020年明顯的降低許多 RO1是否穩定 剛剛前面有講到嘛 自操過去以來的配息率都不高 那我們前前有提到像大力光耳可乘 像這種配息率都比較不高的公司啊 有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他的股東權益 會膨脹的很多 導致他RO1從原本的70%會一直往下修 那以自操來講 他的營收的成長性事實上是不太夠的 你看他從2013年14年238億嘛 之後甚至都沒有突破這個238億 所以你看他的RO1也持續的在往下走 不過走的幅度倒是沒有很大 因為你看他從14%多會掉到可能6%多到9%多 2017年6%多是因為有一些兌換的損失啦 那不然的話他也是7%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從14%往下掉 大概區間就是介於7%多到9%多之間 那衰退的幅度倒是還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股東權益膨脹的幅度 沒有像我們之前提到的大力光還有可乘這麼多嘛 因為他在2015 16年跟19年的時候 有實施的庫長股的減資 就減少發行的股數啦 所以造成股東權益沒有說膨脹的太快 這8年裡面大概膨脹6.4%而已 所以才讓他的RO1掉的幅度沒有說很大 不然如果他照這幾年這樣子一直把保留盈雨下來 卻沒有去增加營收的話 他的股東權益絕對不是只有從122億成長到130億 這時候的RO1我相信會掉的更慘 所以我覺得自燒現在目前的問題還是在於 下一步的成長動能在哪裡 因為你的營收已經卡了這麼多年 從2014年的238億嘛 這幾年並沒有一些新的突破出來 再加上你的毛利又持續的在掉 所以整個產業整個公司的競爭力 似乎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而2020年RO1高達15.40%是因為處分了江蘇的廠房嘛 然後任列的11億多 所以才會有配息3.5塊這麼高的殖利率嘛 那我是建議投資人不要只有單純看殖利率 而去選擇介入這樣子的公司 其實風險還蠻高的 因為明年他的EPS不可能再有可能7-8塊這麼多嘛 你要把這些扣掉 然後再用現有的狀況去評估會比較好 如果因為這個短期的利多而股價上漲 我相信這個利多發酵之後股價還是會回到常態啊 所以這個風險就需要注意一點 再來看一下季表的部分 第一季的資料已經出來了嘛 營收跟同期比較起來就去年的第一季比較的話是成長大概28% 然後跟第四季比較的話是成長2.7% 而3月跟4月分別都是成長的 近一個月4月已經比較收斂了 近四季RO1估計起來是11.4%嘛 那我這邊是抓11.5% 再來看一下資產跟負債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流動資產啊 目前自操流動資產大概237億啦 主要是著重在現金、營收賬跟存貨的部分 這樣子的組成分布算是蠻正常的 而他手頭上的現金已經突破百億了 那現金該怎麼運用又是之前提到的話題嘛 你今天正經公司營收成長動能開始受限制 競爭力開始失去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善用手中的資源 包含一些現金的資產 還有未分配盈餘的部分 怎麼樣去做運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啊 然後另外一點我們看一下存貨周轉率啊 你可以發現2013年的時候還有11.45次 到2020年只剩下8.28次 那通常存貨周轉率會去跟同業做比較啦 因為如果你的周轉率越來越低 代表你的銷售能力事實上是衰退的 然後衰退是到底是這個產業的問題 還是這間公司個別的問題 那就要去拿別間公司來做個比較 那我們來比一下剛剛提到的4958的增頂嘛 你看他的存貨周轉率也是從過去的11.48降到9.73 但是降幅就明顯比自超要來的小 一樣都是11點多嘛 自超是11.45而增頂是11.48 但是自超卻掉到8.28 而增頂則是掉到9.73 所以整個公司的競爭力看起來還是有落差的 增頂畢竟是龍頭嘛 所以他競爭力一定會稍微再好一點 然後另外像3044的見頂啊 他也是做PCB的嘛 他也有存貨周轉率往下的一個跡象啦 但是往下的幅度目前看起來自超還是算比較大的 所以這間公司的競爭力還是需要去留意的地方 合理價格驗證與計算 我們先從2020年的股災來做個驗證 在當時2019年的年報還沒出馬 所以我們手邊只有2018年的年報跟2019年第三季的季報 那我們先來顧一下ROE的部分 當時近四個季度就19年第三季到2018年第四季 近四個季度的ROE是10.37% 而1月的營收跟2月的營收都是衰退的 只是2月的營收明顯衰退幅度比較小啦 所以我這邊抓的ROE是抓9%左右 我覺得比較合理 那2019年最新一季的禁止是41.69 我們把41.69放進來 這樣乘出來的預估EPS是3.75塊 3.75塊去乘以當年度 就2020年股災最低的本益比嘛 是5.14倍 這樣換算出來是19.3塊 然後你可以很明顯看到跟24.1怎麼會落差這麼多 我想最主要就是因為 最低本益比的取得條件裡面啊 分母是以近四季已公佈的EPS為主 所以你看2019年已公佈的四季就是藍框這四季嘛 就2019年第三季的1.33 然後到2018年第四季的1.52 這四個季度去加總去當分母 然後股價 當時的股價去當分子 那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在2018年第四季的時候 它的EPS特別的高1.52塊 然後第一季只有0.98塊 所以造成它整個落差很大 然後分母變很大的情況之下 你出出來的本益比自然就會很低 只有5倍多 像我們等一下看到的2015年的驗證 你也可以發現它的4.99 也是因為某一個季度或某兩個季度 它的EPS很高 那像這種東西你都要去做一個取捨啦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講說 我這種方式事實上 只是用台股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並不是說其他三分之二就完全不能用 而是說另外的三分之二 它就會有很常出現這種問題 就單季的EPS突然很高或突然很低 因為這是很多公司的一個特性嘛 就營運相當不穩定 一下子有很高的收入 一下子又很低 那高低收入的落差之間 你要怎麼去取得一個正常的EPS 一個數值出來 我想這是投資人需要去理解的地方 那你看假設5.14 我們把它用另外一個值來取代好了 近兩年來看108跟107年 它的本益比就是大概落在7倍左右嘛 那假設我們把7倍當成一個預估值來看的話 3.75去乘以這個7倍就是26.3 事實上就比較接近這個低一點的位置 24.1 因為26.3已經是相對低點的位置嘛 還記得我們講過嗎 我們要的不是很接近這個24.1 沒有辦法這麼精確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說相對的低點大概會落在哪邊 我想大家在取本益比的時候問題應該都很多啦 那我是建議經驗值比較不夠的人 不要去挑選這種營運比較不穩的公司 盡量去挑選一些營運比較穩定的公司啊 這樣你估價上會比較好抓 也比較接近真實的相對低點 好不好 再來另外一個估價就是2015年第三季的時候 跟剛剛的估價不一樣是ROE是自己抓的嘛 我們這一次就直接把ROE套進來看看 2015年的ROE是9.08%嘛 9.08%把它放進來 靜止的話是39.54 這樣乘出來預估的EPS是3.59塊 3.59去乘以2015年最低本益比是4.99 這樣算出來是17.9塊 17.9跟這個28塊落差又很大了 是為什麼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嘛 你看到近4季的EPS 2015年第二季低到只有0.86 但是2014年第三季卻高到1.89 這兩個相差1塊錢的EPS 等於是又差一個季度的意思了 這樣子感覺就是列了5季進來嘛 如果你單純從數值這樣看的話 所以這個2014年第三季的EPS 1.89是不是一個常態值 一個穩定值 很明顯不是 因為之後只有1.3 1.2 甚至只有0.86 所以該怎麼去取這個EPS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這個就是不穩定的公司 常出現的一個狀況 它的季度的EPS 落差也會很大 這樣你去計算這個本益比的時候 你的誤差自然會很大 那你看我們一樣把3.59的預估EPS 去乘以假設前幾個年度來看好了 假設103年度以前 它的平均的本益比 也是落在可能7倍到8倍多 那我們直接把103年的7.86放進來看看好了 你就會發現28.2跟這個28塊就比較接近了 你大概去抓一下合理的本益比 為什麼我們叫做合理的本益比 像這種1.89塊去當分母 很明顯就是不合理了 那你這時候算出來的本益比 當然會很低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看到這個低本益比 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來套用 你要是要去了解一下近四個季度 它取的EPS 數值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再去做微調 這樣子利用這種方式算出來的股價 才會是比較偏相對低點的位置 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是不要買在高點 或者相對高點的位置 我們用這個方式只是要取出這間公司 合理的相對低點大概落在哪個範圍內 在這個範圍內去買進股票會比較安全 倒不是說要很準確說 預測它的股價會跌到某個數值 我覺得這是比較困難的啦 那我是覺得要預測相對低點 倒是不會太困難 但是前提就是這間公司的營運要夠穩定 如果不夠穩定的話 你的預估的誤差會很大 那就不建議用這種方式了 好嗎? 合理價格計算 我們先從股災價的部分來做個計算 剛剛有講到ROE是抓11.5% 那合理的本益比我這邊是抓7倍左右 我覺得比較合理 這樣換算出來的股災價格是39.4塊 這邊估價的部分就當成參考就好了 因為這間公司的營運的波動還是算比較大 所以估價的部分大家參考就好了 再來目前合理價的部分 ROE一樣是抓11.5% 本益比升到9倍 這樣換算出來的合理價格是50.7塊 如果你對自操這間公司有興趣的話 建議可以去下載它的財報來看 那如果你是頻道會員 我會在會員的社群裡面 把這檔個股的財報放上去給大家下載 當成一個研究學習使用 好不好? 所以對財報學習或者股價有興趣的人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順便支持頻道的經營 好嗎?謝謝啦 以上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按一下這邊幫我訂閱一下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按下三支影片 就把你的電郵寫下載了 你的電郵寫下載 充電郵寫下載 煮就是